现在我们看第六,荣耀的教会工作的方法,纪律,组织纪律。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上帝的工作要做好,做好呢,一定要掌握一个方法。 没有方法的话,有时候我们很愿意做,结果呢,还是做不好。 因此一定要掌握一个正确的,是合乎上帝心意的,这个步骤和方法。 这里面呢,我们是这样来把它安排的。 第一段呢,工作的方法,这里面分为台上的工作和台下的工作。 我们现在就谈一谈台上的工作。 台上的工作呢,一般分作是指着我们正道,陪灵,或者是开步道会,给人插经, 培训一工和传道人,以及我们在台上呢,主持机会,或者是代表弟兄姊妹一同线上祷告,领唱,见证等等。 就是借着我们用言语来表达,使听众呢,能够明白真理,以后相信,接受。 因为上帝的话,首先是要从我们表达出来的。 我们做到这工作以后,那就要台下还要继续工作。 补足呢,就是在台上讲的时候,有些不够的地方,或者听得不够理解的地方呢,我们在台下呢,可以补足它。 至于台上的工作,怎么样做好,最主要的,就是要荣耀上帝,而不是在台上表现,我怎么有学问,我知识多么广,我把许多你们不知道的,说出来,显示自己呢,比别人好。 至于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的,当然圣经里面,是应该我们发挥一些,就是我们在研究圣经更深的一些收获。 这个不知道呢,不是让人感到新奇,是让人感到对着圣经呢,有更深的一个体验和认识。 而不是找一些,你们都不知道的,我是有学问,是这个形式。 是叫人,听了以后,就顺着你这个思维呢,愿意更好地去研究圣经,发掘更多的,让真理发出亮光来。 我们应该啊,在我们讲道的时候,常常能够讲述更深的一些真理,是应该这样,和一种炫耀自己,要显示自己,那是不同的。 现在我们请大家看,我们只读到前面的一半,就读到,并有充足的信心,读到这里。 提前一章第五节,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,不读在乎言语,也在乎全能和圣灵,并充足的信心。 好,我们再读一遍,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,不读在乎言语,也在乎全能和圣灵,并充足的信心。 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,就是我们一切工作,包括台上的,以及我们在台下,我们进行查经呢,给人谈论真理呢,都是这节经文为基础。 这也是我在读经的时候,让我重视了,我看到这节经文,非常重要,对于我们一个传福音的。 我们传福音,不读在乎言语,言语要紧,但是不是完全在我们的言语。 首先呢,言语我们要注意,是重要的,所以在怀神木呢,在传到梁柱里面,对于言语,他讲的很多的篇幅。 他对言语很重视,就是说我们传的时候,一定我们的口齿要清楚。 今天我们在做的,特别是我们在北京呢,我们的言语呢,是全国都可以听得懂的,这是一个优越的条件。 有些地方话呢,别人就听不懂,一定要想听得懂。 北京呢,这个是标准的国语,是吧,我们听起来是很舒适,而且很容易让人接受。 所以一般呢,现在不论在什么地方,他们都愿意听,讲国语,而不要讲地方话。 所以我们在这,这是一个很好的优越条件。 我再听了一下呢,我们青年人,啊,而且这一天讲到的,都能够表达的是比较清楚的。 我们一定要言语表达的时候,就是一句话,开始的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,都要叫人听见。 有必要开始很轻,或者后来很重,或者开始很重,后来很轻。 一句话呢,有些字听不清楚,一定要每一个字呢,送到人的耳中去。 这是第一,应该清楚明白。 再有呢,我们在讲说的时候,要避免一些这个,一些毛病。 毛病常常容易发生的,就是一些口头语,啊,那么这个,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毛病出现呢? 就是因为他等待,他思考,在思考下面那句话,没有想出来,他就拿一些这个口头语去填充,结果呢,就形成了一个毛病了。 当他讲的时候,一等,他就把那个口头语说出来,啊,那么这个,或者下面怎么样,下面怎么样。 这些话呢,有的是要用的,那么,怎样,下面怎么样,这是在不要的时候,需要用,如果当成一个,这个毛病呢,就很不好。 所以有些人讲到的时候,大家就注意到,你看,他下面要说那么那么的,大家一听到,就把这个,就占据了,影响我们讲道,就一定要下决心,要把它去掉。 你就情愿等一等,没有关系嘛,等一等,等一等,等一等之后,还有好处,大家就思考,你刚才讲的那句话,有一个,有一个,在思想当中,一个返回的机会,这还是好的,不比呢,很快很快的,思考,思考一面呢,你想下面的一面,求主,求圣灵带领你,下面应该说什么,就让他静下来,可以的。 还有的人呢,重复,一句话,讲完了以后,最后几句,最后几个字,叫重复,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好的,重复,是要重复的,加重语气,让大家注意的,不但重复一遍,重复两遍也可以,这是不一样,大家形成的习惯,就要重复。 一个讲到,一个小时,它跟重复呢,有十五分钟,反正话,就,就浪费了,耽误了,而且效果还不好,那这一点要注意的,所以我们在,训练,都要做个基本训练,基本训练有很好的方法,就是我们,拿镜子,在家里试着讲, 拿镜子看,自己态度表情,都不够好,我们讲到态度表情,也都很重要的,我们是要严肃,但是还要,有信心,还是有一种,一种,上这个爱在里面, 你的表情呢,能够让人,看得以后,很贴近,而不是一个,在那教训人,啊,看起来的时候,让人,看得那个形象呢,一种,不舒服,一种感受。 我们在上海,在开始的时候,有一工,啊,有个姐妹,他一讲话,就是教训人,这听起来非常的,多多耳,实际上我们说,圣经上的话,是教训人, 但是你教训人呢,不是我们来教训,今天我来讲,不是我教训,是叫圣经上的话,上帝的话来教训,而不是某某人来教训,这是很重要的, 你如果,让上帝的话教训的时候,大家听着,就愿意接受,如果你在教训的时候,大家就反感,一个人在那教训人,他就反感,上帝的话教训人,大家就要接受,这就不一样, 所以,你的态度呢,是,我是主的器皿,求主借着我,把上帝的话传说出来,这个时候,你没有自我在里面,那么,上帝的话就要发挥作用, 有自我,有骄傲,咦,上帝的话,就会打转口,就不能够,按原来的意思表达,就是这个意思,所以这是很重要的, 我们一定要训练言语,除去一些的毛病,清清楚楚的,当然在讲道的时候,也要注意,有的时候是高一些,激昂,自己很感动, 而且那些话呢,也是需要,一些更,更快一点速度,更僵的一种表情,但有的时候,要慢,而且轻一点,一种带着悲伤,啊,一种心情表达,我们思念读的时候,主无限的大爱,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,在这情况之下,自然就会,轻一点,慢一点,啊, 一种感情的流露,这感情的流露,不是,做作,而是要你真正,被主的话,所感染,这样来流露出来, 有些人呢,我们也看出来,它是一种做作,在有一次我听见,参加,就是,学习了,大家在一起,别的教会在一起, 有的人祷告,真是太做作了,每句话是做作,那个真是难过的很,你听起来,一天就是在做作, 因为什么,他祷告完了以后,他最后奉主的名,他就恢复原来的了,完全就不一样, 这种事非常,不荣耀上帝的,而且那个祷告,可以完全失去祷告的意义, 但他自己还觉得很好,他认为,啊,这个祷告,多么成功,实际上是完全失败的, 他自己洋洋得意啊,所以,这许多都是,来,显示自己的, 我们教会的工作,没有任何自我,我们所显示的,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, 我们就要高举他,让主的名得到荣耀,这是我们讲到言语方面, 不独在乎言语,言语也是重要的,但是不是完全在乎言语,也在乎权能, 什么是权能呢,你上帝的话继续带着权能, 今天我们讲到一定要把上帝的话的权能能够表达出来, 怎么样能够使上帝的话有权能呢,就是我们自己要谦卑, 求主,你借着我的口,能够把你的话讲述的时候, 能够显示你原话的这种权能, 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,听的人就说, 耶稣的话带着什么, 大家看一看,马太福音,第七章, 马太福音第七章, 第二十九节,二十八节吧,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,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, 众人都吸起他的教训,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向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, 他们的文士没有权柄, 这个权能呢,权柄呢, 我的理解是基本是相同的, 带着权能,带着权柄, 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就是带着权柄, 这权能权柄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, 弟兄姊妹, 大家理解, 带着权柄, 或者带着权能, 这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, 表达这话, 说了是实在的, 而且能实现的, 你权柄啊, 说了就能实现, 而不是说空话, 讲了很多一听, 不能实现, 这就是我们讲道失败了, 我们讲道呢, 要有权能, 听的人觉得, 哎呀, 真实, 这句话是出乎上帝的,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能够实现的, 这就达到我们讲道的目的了, 如果人家听见以后, 只是在那儿, 有人说, 你在说天书, 在那儿讲故事, 在那儿幻想, 那我们就失去掉, 我们讲道的目的, 一定听的人感到, 哎呀, 真实, 这是主的话, 这就是我们呢, 通过我们的口, 把上帝的话的, 全能, 全并, 没有打折扣, 让弟兄姊妹得到了, 弟兄姊妹为什么感到, 因为这是上帝的话, 不是你某某人, 你在讲道, 不是你讲道, 是主借着你的口, 把上帝的话给了我们, 全能, 全能, 还有什么, 和圣灵, 有全能, 不错, 这话, 有全并, 但是还要有圣灵, 耶稣讲话的时候, 那法利塞人听到以后, 他还会感到有全能的, 这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, 可是, 没有圣灵, 士林, 借着呢, 这个有全能的话, 在信中就感化他的心, 他就会感到, 我应该悔改, 我是个罪人, 就会省察自己, 我们讲道, 要感化力, 感化力的产生, 就是有圣灵的工作, 还有什么, 充足的信心, 讲道的人, 要充满信心, 他所讲的, 有圣灵, 有全能, 用他的言语, 来表达的时候, 他是完全相信的, 今天这篇讲道, 讲了以后, 完全相信, 能够实现, 不是在这里, 说一说空话, 而且在讲道当中, 我们会有很多内容, 是需要上帝帮助我们的, 在这篇讲道, 是充满信心的, 是肯定能够实现的, 我们自己充满信心, 听的人也就有信心, 我们自己, 还模棱两可, 没有信心, 听的人, 更没有信心, 一个传道人, 他在讲道的时候, 他能够充满着活力, 那么听的人呢, 他自然会感染着活力,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基础, 不读, 不读在乎言语,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, 并充足的信心, 我们一同来, 把这节经文, 我们再读上两遍,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给你们那里, 不读在乎言语,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, 并充足的信心, 我们再读一遍, 从不读那里开始好了, 不读在乎言语,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, 并充足的信心, 所以我们在正道, 不论你查经也好, 开不到会也好, 你做培训工作也好, 你主持祷告也好, 千万不要忘记, 不读在乎我们的言语, 也在乎全能, 圣灵, 并充足的信心, 这是我们准备讲这个基础, 有了基础了, 那其他的都很容易了, 因为这种基础和态度, 你端正了以后, 你就能够讲好道, 基础没有, 态度不正, 你怎么也讲不好, 你讲出来之后, 因为你没有这个态度, 没有这个基础, 刚才我讲了, 我们在讲道的时候, 先要一个镜子, 看看自己的态度, 还要再录下来, 录音录下来, 所以以后我们教会大概都录音的, 不管什么人都录音, 录下来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寄给大家听的, 给他本人, 谁讲就给他本人拿回去听, 如果我们觉得很好, 能够让更多的人在回忆听的话, 那就把它录下来, 翻置下来, 让更多人再重复听, 有些讲的呢, 在学讲当中, 可能有些小的毛病啊, 或者是讲的不太强当的了, 让他自己去好好听一听, 你拿镜子来看, 讲过以后再听, 这是最好, 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嘛, 都给他录下来, 让他回去再看看, 你自己讲道的态度, 听一听, 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在上帝面前自我啊, 就是我们自己呢, 在上帝面前能够消除, 而且能够荣耀上帝, 使得台上的工作做得更好, 我们一般来说, 我们讲道的时候啊, 怎么样来讲, 如果能够讲的好, 有内容, 一定要准备的好, 怎么准备呢, 不是说, 还有几天讲道了, 我开始准备, 这个要不要, 是要的, 最主要的准备在什么时候, 在平常, 在平时准备, 是远远超过你, 临时的时候在准备, 你平时, 你准备的好, 到了讲道的时候, 你在准备的时候, 就会准备的很好, 平时不准备好, 讲道的时候, 常常就是凑起来, 因为你没有做好思想的准备, 这找个章节, 那找个章节, 凑好了以后, 讲了就算数, 跟这个完成任务一样, 这是不行的, 我们讲道不是完成任务, 绝对不是完成任务, 是什么, 是要把上帝的心意, 怎么样给弟兄姊妹, 弟兄姊妹现在需要什么, 这个时代需要讲什么, 根据这个, 而避免一个, 就是我要讲什么, 你要看到, 上帝愿望讲什么, 弟兄姊妹需要什么, 而不是我要跟你讲什么, 有些人就是这样, 他自己要看书, 看了心得, 看了一些新的知识, 好了, 就讲了, 讲了以后就是, 自己我如何, 得到一些新的知识, 这好不好呢, 这个也好, 但是你要看, 这个新的知识, 是不是正好是信徒现在所需要的, 有些新的知识并不需要, 你在上面讲的, 觉得懂我懂我信, 反正信徒听起来不需要, 在神学上面有很多的研究, 或者对一个字, 一个词, 怎么发挥它, 这是需要的, 讲到是需要的,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, 把这个呢, 打他就用整个的时间, 去讲述它, 对这个词啊, 对这个字的研究, 对词, 对这个研究, 我们可以讲到是右一些, 但是可以占据一个主要的时间, 目的是要把它发挥出来, 我们还要讲述一个重要的真理, 把这个主次啊, 有时候颠倒, 结果呢, 就是表现的, 这本书, 查词什么意思, 那本书什么意思, 再查字典怎么意思, 好了, 很多就是, 结果呢, 实际上一句话, 两句话就解决了, 大家就理解了, 那许多都是不需要的, 耽误光阴, 而且呢, 给人没有什么造就, 只不过显示自己啊, 做人怎么样知识而已, 有许多我们在讲的时候, 很坚决的一些内容, 让人理解, 越简单, 越容易理解越好, 不要让它复杂, 我听见, 有的人他就是, 不是这样, 他就叫他复杂, 显示呢, 他自己怎么会研究, 研究呢, 学习方法也要教给人的, 但研究学习方法呢, 是使人能够看到, 一个人追求真理的学习研究, 而不是悬要自己的, 一种学习研究, 这里面都是有区别的, 每一种都可以用, 但是你目的是怎么样, 是表现什么, 这都很重要, 所以平时的时候准备, 我们在讲到这个十大秘诀的时候, 全副军装, 全副军装就是我们做准备的, 我们就提供大家了, 有三个笔记本, 是吧, 我们平常的时候读经, 就要把它分类记录, 你想分类记录好了以后, 不是都是讲题吗, 圣经里面所有的, 有关重要的, 你都分类记录了,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, 里面的故事啊, 里面的引证啊, 很感动的章节, 都会一到一起了, 这最好的, 让你认识真理的一个讲题, 你可以选择, 然后来发挥, 这是通过你自己, 不能叫你讲什么, 圣经里面都有, 都可以找到, 所以在你自己呢, 准备题目呢, 也不会感到太困难, 不做这个基本功的话, 到准备题目就难了, 去找人家, 你讲道具拿来, 看了以后啊, 你怎么讲, 你来模仿, 别人的材料, 可以用, 但是不能够, 你个生搬硬套的, 全部拿来, 因为每个人讲出道理的时候, 都自己的一种感受, 我们可以把别人的奖章拿来以后, 你在敲话了以后, 你也感受到了, 你感受到多少, 你就讲多少, 然后再配合自己, 在这个讲题的认识, 只有这样才能够, 讲出来的时候, 并不是把别人的话来讲, 那有的时候, 我们引证, 颜言指令的话, 或者什么人, 一个很有名望的人讲的, 也是可以的, 这个引证不一样, 引证是我们把它原化, 我们讲了以后, 再加上我们这个原化的一种体会, 这样是可以的, 这是这一方面, 在平常的时候, 我们出到灵修的时候, 我们把圣经啊, 还什么的著作, 把它分类记录,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, 就是平时的时候, 我们和人接触, 我们听见讲道, 或者是有什么人做见证啊, 那许多很好的, 很感动人的材料呢, 你要把它记下来, 都收集, 收集起来记录好, 在讲道的时候, 你可以选择你过去所收集的, 这许多见证, 很感人的一些感受, 这些在讲道当中, 起到一定的作用, 而且常常是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启发, 因着一个见证, 因着一个实力, 就使人对这个真理, 一下子就理解了, 就明白了, 我们在昨天讲道, 有个日本人, 那个妻子, 我们引证了那故事以后, 让我们就更感受到, 应该基督徒应该忍耐, 自己的品德应该怎么样, 这就比我们单讲这个道理, 道理有了, 再加上一个例证, 就使人更能够记住, 而且觉得很活泼, 而且也觉得这很重要, 就重要去实践以后, 又达到多么好的效果, 这一切都会让我们感到一个全面的认识, 记忆是我们不至于忘记, 在我们收集材料的时候呢, 就是注意这一些, 我们平时准备有材料, 而且还写例证, 我们初步考虑好了以后, 第二步工作就是要祷告, 主啊, 我今天准备讲一个什么题目, 已经这样做了准备, 求主你来帮助我, 使我能够把这个题目讲得更好, 在祷告当中, 在深深的求主来与你同在, 这个讲道是不是很合适, 这个正道能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, 等你祷告了以后, 你就再把你这个整个的这个, 这次的题目呢, 从头到尾去思考一下, 你开始讲什么, 怎么发挥最后的监狱怎么样, 你自己思考一下, 这篇正道, 给我们弟兄姊妹是什么帮助, 首先对自己吧, 我讲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帮助, 这个目的一定要明确, 如果你准备好了以后, 你一思考, 最后没有多大的帮助, 这是一点知识, 这个不能讲, 一定你在思考的时候, 自己很受感动, 而且这里面呢, 的确是充满着一种圣经的能力, 而且让我们真正在我们的品德, 在我们得到真理上面, 有一定的帮助, 这个时候你自己感到很受感动, 而且不是脱离, 脱离现实的, 是真正的, 与我们生活相结合在一起, 是非常重要的, 听了以后, 确实呢, 让我们能够说长进, 这个时候你确定下来, 所以我在准备讲题的时候呢, 我往往完了以后, 我一定要看效果, 这个题目到底给弟兄姊妹什么, 有的时候我感到不够, 有效果很少, 重新再来, 直到我看到这个讲题, 对弟兄姊妹有一定效果, 其实一效果, 那就定下来, 有的时候整个把这个题目都不要了, 重新再来,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就是, 给什么得到什么, 而不是说, 我要表现什么, 来发挥什么, 尤其是我们看到, 里面内容不错啊, 内容是不错, 但是我检查下来, 帮助不大, 不能要, 一定要对我们联系, 的确有帮助才行, 还有, 我们在把这个题目讲完了以后, 有的时候讲得不太好, 缺少圣灵的工作, 怎么办呢, 我们在主的面前, 要悔改, 主啊, 我实在是亏欠, 我没有把这次正到正好, 我还有一定的缺陷, 求助你赦免我, 是我下一次, 能够更好地为你工作, 而不是呢, 哎呀, 我这次讲到, 讲得不好, 我的面子没有呢, 这又是集中在自我, 这样不行的, 你没有把这次正到正好, 信徒没有得到, 是在主的面前, 你亏欠于主, 要向主, 去认罪他, 我们在真道的时候, 如果你在讲的时候, 感到没有力量, 你在讲的时候, 就要祷告, 一面讲, 一面祷告, 主啊, 求你赐给我力量, 我感到, 这个时候我说话, 没有一种圣灵的能力, 缺少, 你就默默地祷告主, 主一定会以你存在的, 主会帮助你, 这一点呢, 是我自己啊, 也有一种深有感受, 我们在真道的时候, 还要给圣灵留余地, 怎么是给圣灵留余地呢, 我们准备好一个讲章, 第一章, 第二章, 第三章, 都准备好了, 准备好了以后呢, 我们就要讲, 在讲的时候, 不要很斯坦的, 一定按照我准备的一条两条讲, 你要祷告, 求圣灵帮助你, 可能呢, 你讲的一条没有讲, 圣灵感动你, 哎, 新的, 有内容, 就讲的第二, 而不是原来所准备的, 或者你, 一二三四, 给颠倒一下, 把第四放在第二了, 也可能的, 只要是, 你一定要在讲的时候, 顺服圣灵, 就顺利工作, 这个是很重要的, 所以在上海, 有些青年人呢, 他们把那个, 讲稿写好了, 以后就把它, 整个差不多读下来, 开始的时候, 我们是需要写, 但是, 不需要整个的读, 有些地方可以读一下, 有些地方就要, 顺乎圣灵的感动, 我们去讲说, 这是很重要的, 这是我们讲到讲的问题, 准备的工作还有一点, 还要给大家提醒, 今天如果你的工作, 很多, 担任讲题很多, 首先, 就是要祷告, 祷告, 求主能够, 指引你该讲什么, 有的时候, 我们在上海, 其实, 都担任很多的工作, 在担任工作的时候, 讲到, 有时候上午下午晚上, 正好呢, 排的时候, 因为人流的啊, 会排在一起, 或者还有加上来的, 有人要求你, 去给他谈谈道, 或者聚会点等等, 所以有的时候, 有一周当中有好几次, 这个准备的时候啊, 如果是固定的材料很容易, 木造班有现成的材料, 是吧, 我们生木造班, 一件件的学习, 但是有很多不是固定的, 这个时候, 你一定要祷告, 求上帝, 你来指引我, 我要面临的这几次讲的, 应该讲什么, 因为没有主题, 而你自己选, 你就自己要决定, 要讲什么, 你要恳切地祷告, 在祷告当中, 主都能够指示给你, 感动你, 圣灵会告诉你, 应该讲什么, 所以我这方面是, 的确是有感受的, 有的时候很多的讲题, 我就跪在主题面前祷告, 一个一个讲题, 很快的, 一个大纲都出来, 这个题目是什么, 应该怎么样发挥, 介于怎么样, 一个一个的大纲出来, 然后我坐下, 然后就写, 我们祷告以后, 所得到的, 然后充实呢, 这个内容, 完了以后, 再祷告, 再求主帮助我们, 再去思考, 我们这讲题, 它的目的和效果怎么样, 总的一个, 就是我们要熟悉, 要自己, 要先有感受, 而这感受, 是个受教者的感受, 切地在讲的时候, 执注重于知识, 知识要紧吗, 知识要紧的, 但是, 如果是偏重于知识, 那就错了, 保罗讲,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, 但知识呢, 在由你, 圣人的感动, 这个知识就很好, 很有用, 一个人的信仰, 建立在一个理性的基础, 还有一个感性的基础, 这感性和理性呢, 就好像一个人的, 一个骨架和肌肉是一样, 如果你刚有一个骨架, 没肌肉, 这个人想个什么人呢, 是吧, 如果你光有肌肉, 没骨架, 这这个理性和感性的人, 就是骨架, 和这个肌肉, 这个人就很丰满, 我们的真理, 应该有理性, 知识, 我们讲的, 像2300日的这个应验, 这就是知识, 你一定要知道, 初恋见在耶路撒冷, 第三个王, 就是我们要查出来, 耶稣受洗一下27年, 为什么在27年, 我们也讲解的清清楚楚的, 人知道, 这是按照这来讲, 非常可靠, 但是, 还有感性, 这2300日, 充满上帝的爱呀, 这年的应验, 是上帝爱我们世人, 而且2300日当中, 忠心, 就是主耶稣基督, 为我们的言故定时的架, 他完成了工作, 进入制圣所, 2300日的忠心, 就是叫我们真正相信, 在天上, 耶稣基督是重宝, 让我们, 其中我们主耶稣基督, 进入天上的圣所和制圣所去, 关键是, 一个让我们更幸福, 救赎的计划, 是有理论的基础, 而且由耶稣基督真正的施行, 他非常感动, 不死的时候, 圣诞的曼子列为两半, 和戴以九章, 使祭祀和贡献之心, 一下子就吻合了, 这个吻合, 让我们看到, 主耶稣确实是救主, 第三人受阻, 马上停止, 现即这都没有了, 耶稣基督真正被杀, 是我们所仰望的救, 因此耶稣的死, 就那么真实的, 但当中我们的罪, 做了输罪, 我们再也不再有任何的怀疑, 让我们随着耶稣基督, 进入天上的直圣座, 进行查案审判, 今天是在一个非常严肃的日子, 古时候在输罪大日, 什么人都刻苦己心, 得要从明灯检出, 今天我们处在查案审判, 这么严肃的日子, 我们如果不再重视他, 不再认罪悔改, 我们就要失去啊, 什么时候主耶稣出离之圣所, 恩门就要关闭, 而且最后的节目, 演得非常神速, 会超乎我们想的, 所以耶稣说, 你们想不到的时候, 人子就来了, 我们千万不能坐那一等, 想不到的人, 想不到的人是什么人呢, 就是睡觉的夜间醉的人, 所以他想不到, 他睡觉一段醉酒, 他怎么想到呢, 警醒的人就想到了, 主的预照, 主的话都很清楚, 一直警醒预备的人, 不会那个日子临到像这一样, 也不会是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, 所以我们对这个道理的一个理论性很强的, 一定要配合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十字架, 而实际上他就是, 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合起来的, 我们要把这个最后的落绝点, 基督的十字架, 任何一个讲章, 缺少了十字架, 缺少了耶稣, 都是没有生气的, 没有圣灵的, 感动人, 使人接受, 就是在主, 定式的家, 主的牺牲上, 而且使人认罪悔改, 也是在主的牺牲上,